男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背后长出了九根毛刺 而且这些毛刺还异常的坚硬 他被吓坏了 急忙找到了翠花 让他帮自己剪下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毛刺比钢筋都硬 为了剪这几根毛 差点把九万九买的剪刀给剪坏 好在最后还是成功剪掉了 可他的身体也随之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只见他一言不合 就来到了一家酒吧 和一个五百斤的大胖子掰起了手腕 正当大胖子弄出全身力气使劲掰他时 大壮只是轻轻一用力 就把大胖子的手给掰断 不仅如此 甚至他连续爬十楼也不感觉累了 可随着XXX的推移 他发现自己的脸上 也开始慢慢长出毛刺 他急忙拿出刮胡刀 想要去刮 可毛刺实在是太硬了 根本刮不动 他被气得 直接把不是中国制造的刮胡刀 摔了一个稀巴烂 紧接着他 发现自己的手指头有点不对劲 他轻轻一咬 自己的指甲盖 竟然也被自己轻而易举地咬掉 他尝试着用力一挤 乳白色的液体瞬间喷涌而出 这让大壮感到了不可思议 他赶紧来到实验室 查看实验数据 结果发现 自己身体里的基因 已经和一个苍蝇的基因 融为了一体 大壮健壮 直接被吓出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 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过不了多久 自己就很有可能变成一只会飞的苍蝇 次日 醉花来到大壮家找大壮玩 可这时的大壮已经行动不便 脸上也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笼包 样子极其吓人